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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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現在內地都發展得很好 不用一天走來香港買的 還有它有網購的 你可以在網上買 當然當有這些消息的話 短暫一定會找些東西出來炒一下 至於說炒多少天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說出來炒炒 一點都不奇怪 我公司在這個最多內地人出入的地方 我可以觀察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看到人家拿著沙沙袋 我看到現在的人 推了行李宗盛就有了 但是你說拿著購物袋 其實都沒有什麼統一的牌子 有些人拿這個袋 有些人拿那個袋 沒有什麼人拿很統一的牌子 也不見到有拿一些很貴的 奢侈品牌子的袋 其實是有的 但不是像以往那樣多得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當偶爾炒一炒就算了 老實說今時今日買化妝品 或者買這些東西 內地人已經網購了 根本不需要這麼迂迴 特地走過來搬回去 其實這些沙士前 就是關於COVID前 可能會實行 但是COVID之後 已經沒有這支國際牆 變成來說 如果你是覺得 因為這個消息而炒上去 你可能襯高的話 反過來 即是在做一些 坐著一些利潤 我覺得其實 會比較實際些 當然了 你會不會再走多一會 但這些消息是很快的 即是轉過頭又沒有了 即是轉過頭又好像 在不斷的報價機 不斷彈出來的新聞裏 就變成石沉大海了 變成這個你又要想一想 其實我自己覺得 坦白說我真的少見了很多 托著沙沙袋周圍客的人 我就少見了很多 但不是代表沒有生意 我強調一下 有關網購了 或者可能其他途徑 在石頭在內地買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也不只是炒毫賭股 近來其實都是炒了 那些旅遊相關概念 其實昨天你看到那些航空股 都起飛了 所以變成來說 我想都有道理的 其實老實說 浩島谷過春節走來香港 走來澳門 都合理 其實如果你說北方那麼涼 他想找個暖一點的地方 香港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或者澳門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這樣 講的是本身 是唯一的酒店價錢 會不會都接了上去 其實因為澳門的價錢 其實都不便宜的 根本上其實 所以變成了 到底怎樣選擇 我覺得多多少少少都受惠到的 還有去到差不多 就是聖誕、新年 這些時間 大家都會看一看他們 所以變成了 這些旅遊概念股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不只是豪賭股 豪賭股當然都是其中一份 其實但是其他都可以看一看 本身來說 我看到幾隻 其實好像 例如金沙、銀魚 還有這個 128永里 那些甚至尾高煤那些 都做得到的 其實變成了 我相信 大家都先炒著 首先 一千多行 內地來多了 這個都會是正常的 攜程是唯一 近期沒什麼跌過 其實一直都在高位徘徊 反而同程 就好像 相比起來講 好像沒那麼高 這個是唯一的分別 因為攜程方面 整個30倍市盈率 以往計算 同程方面 稍微便宜些 24.8倍 其實兩隻 我覺得都可以保持 不過的確 我覺得內地這些 賺一賺他們內地這些 網絡的一些 買機票 或者買酒店 真是給他們一個讚好 其實那些service 非常之好 本身跟外國那些 叫天不應叫地不民 那些 真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跌下來的話 值得大家籌資者方面 在低位趁低級 最多大的 大局捕捉投資先機 馬上申請